第五话 分手信 别演示了 我不是那种没气度的人 你看 我分手信都写好了 我亲自读给你听 你能等一下听我说一句吗 你能等我读完再说吗 打断别人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 您请您请 亲爱的小噜噜 停 你能换个称呼吗 太恶心了 小噜噜你不能这么没礼貌 救命 您继续 亲爱的小噜噜 请允许我最后一次叫你小噜噜 因为从今天开始 我们分手了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们共同孕育的爱情 还没到七个月 就已经被银产了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计划好 如何分享未来可能中到的5.7亿 我们甚至都没有用完那和德国队的杜雷斯 对了 记得请把盒子留给我 谢谢 为了纪念我们的分手 我特地写了这份分手信 这封信 请务必收好 留给你老婆越来一遍 就算你那么一步小心掉了 没关系 刚才我慷慨地掏了十块钱 印了一百封 到时候会夹在你的结婚情帖里 一并寄出 我其实挺担心 咱们分手之后 你的日子会怎样 你该如何面对所有考试的挂科 你该如何逃过下盖片对跨省的命运 你该如何纠结 那永远只中三个红色球的彩票号码 小露露 我知道你不是个绝情的人 就算我已经取消了关注你的微博 拉黑了你的QQ 删掉了你的游戏ID 你也不会平B我的手机号码 修改银行卡的密码 以及问我要上次买葱油饼的三块钱吧 我其实很了解你 就像你的右手 了解你的弟弟一样了解你 我知道一定是深爱你的家人告诉你 什么年纪就应该做什么事情 essentially 我真的很赞成这句话 该读书的年纪就该读书 该工作的年纪就该工作 该结婚的年纪就该结婚 该生孩子的年纪就应该生孩子 该对孩子说 什么年纪就应该做什么事情的年纪 就应该对孩子说 什么年纪就应该做什么事情 该去死的年纪就应该去死 祝福你顺利地过完你的所有年纪 记得 该录馆的时候就应该录馆 不用想我 你读完了吗 让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可以吗 去死 回答为什么不是爱过 而且我还没到去死的年纪 爱过你妹 原来你是要和我妹结婚 这补到太狠了 你闹够了没有 不急 你先把这一百分分手心拿去 老子不结婚 别骗我了 什么时候发起糖 给我留一下啊 你什么时候哪里听来我要结婚的 昨天晚上啊 我从哪里听来的 哼 昨晚晚上 昨日一直晚我弟弟和你弟弟都在德国结婚 让你后来还看球看到五点 通平会乱听到些什么了 你等等啊 我再想想 别等了 咱先把那盒德国都用完了你再慢慢想啊